疫情嚴峻時刻提醒大家 勤洗手戴口罩 可以多多待在家裡看動畫唷! 2021 東翻百花起放 該錄哪個坑看看呢? 來聽聽動畫小坑古的私心推薦吧! 大家好 我是阿龜 這期許多續翻強勢登場讓人愛不釋手 而今天我們要來推薦的作品 就是曾經介紹過第一季 第二季我們自己也非常喜歡的約定了夢幻島 接下來的說明會有第一季咧 尚未看過的觀眾記得迴避唷! 第一季的內容聚焦在孤兒院的世界 闡述了小孩子們在資訊有限的情況下 拼命挖掘與拼湊出逃離孤兒院的方法 故事情節非常緊湊以及刺激 很多片段都讓人印象深刻 常常看的我不要不要的! 然而逃離的孤兒院主角一伙人 到了外頭完全未知的世界 為第二季的動畫拉開序幕 主角們嘗到了自由的空氣 但外頭的世界這麼陌生危機四伏 怪物追兵又在後頭緊緊跟著 雖然前幾集的劇情節奏沒有第一季來的緊湊 但濃濃的不安感依舊蔓延在各素 氣氛非常詭證 第一季的世界觀很小 配合這樣的故事架構 以節奏快速劇情緊湊 大量特寫分鏡以及躲在遮蔽物後方的運鏡方式 讓觀眾聚焦在角色的情緒以及反應 凝聚劇情的重量 然而第二季的世界觀忽然加大 配合這樣的架構 整體劇情的步調緩下來 讓觀眾能慢慢體會作者想說的內容 是以說理的方式加深劇情的重量 兩者的手法不盡相同 但都非常吸引我們 當然,維持著高品質的動作場景作畫 相信在第二季的內容 我們能離故事的中心更加接近 真的讓人非常期待 片頭與片尾歌曲都好好聽 其中片頭我們尤其喜歡 威達與一般花的對比 同樣都是植物 一般的花吸收土壤養分 茁壯盛開 然而威達卻是要吸血才能綻放 在用途與象徵上都有著天壤之別 意義非常深遠 不過這也是從人類的角度出發 只能說畫面善用了這組對比 非常成功 製作組與聲優的改變不大 幾乎是原班人馬投入製作 品質應該沒有問題 第二季的世界觀明顯比第一季大上許多 很期待劇情內容 主角該怎麼在艱困的環境下求生 以及背後想闡述的內容 究竟會是一個什麼樣的發展 在百花齊放的2021東翻中 我們誠心的推薦你 一定不要錯過這部約定的夢幻島第二季 但老實說主角群也太多人了 我常常看到一半想說 欸?這是誰? 喜歡我們的影片你可以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留言與分享都是對我們很大的鼓勵唷 不要忘記到我們的Podcast走走聽聽唷 動畫小坑鼓我們下次見 掰掰